心情上就不用緊張啊 教練的話就是沒有像選手這樣 就不用比賽的準備啦 以神敗我來看他們的話 我覺得就是去注意今天的風向 然後今天的場地 然後就是注意投手的牽制這樣子 打擊這方面我不會去提點 就是因為有自己 每個人選手在打不一樣 那你就是要去鎖定 你狀況好看你要怎麼攻擊 狀況不好你要如何去幫助球隊 那手臂就是提點就是 這個場地是硬還是鬆 自己去練習的時候就要去知道 我覺得是不需要特別去提點 因為你因為提點他們會想太多 畢竟他們也沒有遇過總冠軍賽 那我就會回想到我當初 剛進來的時候也就是打總冠軍賽 就是正常的去比賽 你緊張多多少少都會啦 誰都會啦 所以就是讓他們自由的去發揮 那有一些經驗 一些跑位在總冠軍賽可能會遇到的 像節奏上 我會提醒他們就是節奏上 不要因為總冠軍賽 然後去改變你自己 平常在例行賽的節奏這樣子 也不要再講 這次見啦 晚上三年 晚上三年 萬別 六年 八年 有空了 晚上三年 下,五年 一,三年 順